好 三小位啊 上几个内容啊 上几个讲什么来着 上几个是讲这个怎么样在这个控制台里面输入输出字符串 怎么输入呢 选中这个状态 选中这个这个界面 然后control shift加k 先把控制台调出来 这不是控制台吗 控制台出来之后 这打一些字 比如说双眼号引起来 这个双眼号对不对 这个双眼号不对 哎 一定要切换半角 这个双眼号才对呢 那这双眼号里面写什么呢 比如说写一个asf 它就输入输出 对吧 写一个hello world的 它就输入输出 那为什么直接打hello world不成呢 我如果直接打的话 你看它会出现这样一个东西 比如说这个history history 我选中它会怎么样 会出现它有两条 对吧 两条 那么就是一条两条 对不对 那还有什么呢 比如说help help 一打help会怎么样 就到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位置 然后就是mdn 什么意思呢 mozilla的developer network 开发mozilla 就是火湖的这个公司 它的这个开发人员的网络 就是一些帮助文件呗 怎么用控制台呀 对不对 怎么用检查元素啊 对不对 然后怎么用控制台呀 怎么用js debug呀 怎么用这个网络查看器呀 之类的东西 那么我们呢 现在其实看看在这里面还有什么命令 还有什么命令 比如说在这搜 从a 从a开始吧 a l e t a l e r t 这是什么意思啊 alert 警告 如果说我这一打回车呢 他也说 他说这个是一个function 它是个function呢 必须有括号把它连在一起 那么就是说alert 然后我打一个括号 可以吗 是个函数 对吧 哎 他就会出现这么一个框框 好像是这种警告框 警告框里面 比如说会有一些 呃 你 你好啊 或者说这个登陆失败啊 或者说弹出了这个密码错误之类的东西 那这个东西其实是可以使用的吗 那去哪搜呢 我们到这个里面 点这个放大镜 查找一下 设置什么呢 设置alert 查找这alert 里头具体有些什么 比如说windows的alert 这块有这么一个东西 语法 例子在这 把它复制粘贴出来 复制粘贴 复制粘贴 哎 这个东西会是什么效果呢 一打 哎 hello world是不是打在这了 哎 这个结构是什么呢 这个结构是有一个windows 然后有一个alert 如果不打windows行不行 按上之后 上一条命令 把alert 留着 然后windows没了 是不是 是不是也可以啊 点 点一下啊 是不是也可以 哎 他可以 他还可以阻止现在创建更多对话框 这个alert是什么意思呢 alert就是一个警报的意思 alert 注意了 有危险了 有危险了 注意了 哎 这个alert alert 里面到底警报的什么呢 hello world是 是一个警报呢 比如说我 我 我写一个什么呀 坏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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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不行呢 坏人来了 可以 对吧 哎 然后呢 狼来了 这是一个 这个这样的一个感觉啊 那如果说 在这里面写一些东西呢 比如说加上这个23333呢 坏人来了 2333333 没事了 坏人来了 没事了 哎 这种感觉似的 那这个东西 它其实也可以输入一些数字 对吧 比如说 这里面 比如说23333加3 会怎么样 加一个3没用 是吧 加7呢 它因为它是从左往右加的 所以你这加8 其实没用 对吧 其实没用 对吧 其实没用 23333后边加一个8 如果说你把这个顺序换一下 就跟咱上回似的 把这个 啊 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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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加110 加 坏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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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他这个 这个 先把这关了啊 哎 是不是 9999加110就是这个结果 然后再坏人来了 先算的是这一部分 然后 然后 然后字不串 字不串的拼接 是吧 哎 那么 可以 可以让这个网页打印出什么东西吗 比如说 打印出来这个 我是个天才之类的 哎 然后呢 你就打呗 首先 英文 对吧 al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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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人家的编程语言最开始都是英文的嘛 al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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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再打一括弧 这是半角的 这是全角的 不行 要半角了 好 半角了 如果这样的话 就直接可以alert了 对吧 但是你东西什么都没有 要怎么有呢 在这里面加双引号 半角双引号 里面打什么呢 哎 我真是一个天才 我真是一个天才 哎 我真是一个天才 然后呢 回车 就直接上去了 对吧 但是 还有一个小细节 就是有分号 有分号是怎么回事呢 比如说 比如说 那个 你看啊 这样 我这是一个天才 然后呢 人家上过来了 打个分号 这个是半角分号 还是全角分号 注意 这个 是 现在这个是 就这个位置的这个 是一个全角的 后边这才是半角的 你怎么知道全角半角 那你明确的 输出输出 不出错才可以 对吧 这样是不是就也没毛病 那假如说一行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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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天才 然后又出一个 那个 也许我不是一个天才 这怎么办 也许我不是一个天才 我真的是一个天才 那这个会怎么样呢 也许我不是一个天才 然后我真的是一个天才 这是不是就可以 如果 如果这个分号 没有的话会怎么样 我把上面这一行 连在这 然后如果没有这个分号 他就愈发错误 也就是说 这个分号就说 这是一句话 Alerta Alerta这样 一句没事 有时候这个 这个东西一句没事 就这样 一句没事 一句他会自动加分号 但是如果说 你这个东西 他是多句的话 那怎么办 他就 比如这样 对吧 这样 这个分号要半脚了 然后呢 再去 再去打一个 打好几行都可以 比如说 这个 然后一回撤 一句 两句 三句 对吧 这是没问题的 这个其实就 这个这个结构 是什么样的呢 其实可以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就是这个 这句话 Hello World Alerta一个 Hello World 然后呢 首先这个里面 有一个Alerta 这是一个函数的名字 怎么知道 它是个函数呢 用这个小括号 知道它是函数 但如果只有小括号 里面提示解析 什么都没有 也不行 怎么才能有呢 括号里边 用双引号 引起来这个东西 就是你要输出的东西 你要输出的东西 最后呢 最好再加一个分号 这就是这个结构 那这个 纸上得来 终觉浅 视频看着也很浅 一定要到控制台里面 要执行 一定要到控制台里面 去执行 这次呢 就是这样 下次我们争取把这句话 在网页里面 一刷新网页 就弹出了一个 OEasy是一个天才 然后就很爽 能不能呢 咱下次再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